这条新闻我也觉得匪夷所思 说的是一个老龙从别人手上花100多块钱买了芹菜 转手卖掉了 一共赚了14块钱 结果被当地的市场管理部门抓到 因为芹菜上面的农药超标 这件事情惹货了 惹大货了 市场部门给出来的罚款是5万块钱 老龙当然是罚不起交不起这个罚款 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加重处罚 一共是罚10万 这件事情陈老伯在法院提起了诉讼 市场监管局也在法院提起强制执行 所以这件事情经过审理之后 认为是首次违法 并非职业菜饭 然后按所设的芹菜货值136块5 获利仅14元 金额明显偏小 本人并不知晓芹菜的合不合格 案发后能够配合调查 说明不合格行菜的来源 举报他人的五照经营 具有立功行为 亦予以减轻或不予处罚 所以对之前五万元的处罚的行政 处罚决定 认为处罚击中 且在行政方面 程序方面是有问题的 所以裁定不予强制执行 这个案子审的结果是皆大欢喜 大家很高兴 很开心 对于老伯来讲 一下子松松松压一口气 放下千军担子 十万块钱的罚款 这是确实放在谁身上 这个气是很长时间的事 但是这样的事情 我们会发现 其实从逻辑上讲 是有很多事情都跟他很类似的 很相关的 但是你承担了责任的人 确实很多 所以相应的事情 虽然这件事情很个案 但是确实也体现了 现在的一种风气 在小额小金额上面打作文章 但是对某些重要的事情上面 却不是把别人罚个倾家荡产 对这种弱势群体 罚了人家倾家荡产 真的不知道从何想起的